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我是Carmen,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要带大家跟我一块去见牙医 那现在就要出发了 那今天呢,会去见牙医呢 最主要是因为前两周 我去见自己的牙医检查牙齿的时候呢 医生就说,其实我的牙齿的咬合是有问题的 左边没问题,可是右边是一个出一个劲的 那这几天后来看到一个广告是矫正牙齿的 可是用透明的牙套去矫正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可以尝试一下 那今天呢,就去见医生 让他更深层地去了解这一个矫正的一个过程 还有再仔细一下去检查我的牙齿 适不适合用这一款的矫正牙齿的方式 所以一会去到那再去了解一下 来到了时代广场 好久没来这里了 应该有几年都没有到香港这里 现在疫情间真的是少了很多人 嗯,应该是这一家 我已经进去看一看 我已经进到来了 现在等着医生来把我检查 所以你却对了牙齿的时候不满意 我其实没有对我牙齿的时候不满意 只是我上两周我去做检查的时候 我的牙医师告诉我说 其实我的咬合是有问题的 她说左边没问题 可是右边咬合是有问题的 她是担心就是以后久了 残久之后可能吃东西会有一些问题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广告 所以就想要来了解 哪一个更适合的 因为它就不是传统式的那种绑牙嘛 它是用透明的 所以就想要了解 哪一个更适合的 可以可以,可是这个我先要看 有嘴巴一点 嗯 我先来解释 好,先来解释 其实这一帅我可以吗 这一点 我觉得也是想 这点是不是有问题的 她说这里是有问题的 现在你的那个问题是在 下面的 下面的牙齿是比较窄 上面是比较窄 所以现在来 这边咬好一点的了解 嗯 但是没问题 应该可以做到 嗯 OK 所以这个位置 我们是不会把它关 关一下 OK 为什么 来你了解 其实要关起来也是可以 可是你的 因为我说下面是比较窄 嗯 然后上面是比较窄 嗯 如果把它关在那个 你的下面会更窄 所以 所以你会 其实 啊 更难 更难 自己的 比较窄 嗯 所以我会建议不要把它关起来 然后这个 比如说 送你啊 那个 比较窄 会比较好窄 对 哦 好 所以是 如果有这样的咬盒 的问题的话 还是会建议是用 要 矫正的那样子 嗯 会 会建议 可是 啊 就是每一个 都会 所以 不建议很难 有些人他们还是能 这样子 到老 都没关系 对 所以也是要看 个人看见你这个习惯 那些才是 啊 所以 嗯 所以 因为我们的牙齿 其实会 一直在看 嗯 嗯 它有透过一盘均过去 啊 所以如果你牙齿没有 会牙齿咬在一起 所以它越长越省 所以这个是我们牙齿 可能觉得 可能会发生的事 那你现在看 我们牙齿的情况的话 不 不矫正的话 问题大吗 其实我现在看 在你牙齿 是觉得问题还 算大 因为现在你吃东西 没有问题的嘛 那全部没有问题的 所以 再聊一次 不 现在应该是你们 我们是这样来 我可能 所以这是3D 嗯 嗯 它现在其实是可以看到 那个3D的牙齿的 对 对 之前呢 就是叫腻膜 因为腻膜 都比较不舒服 所以 就我想要了解 就是 是 传统的 绑牙 绞正牙齿 和这一个透明的 它其实是 有什么不一样的 OK 它传统的 就是 铁的 铁的它就会黏着牙齿 嗯 所以咯 所以 所以 就不需要很 很群劳的 拜 拜传 因为它是用 铁线来把你 嚼正你牙齿 所以你只需要 包出来干净 然后 就OK了 可是如果你是 穿这个透明的 你一定要 每次都 保证 它这牙齿 是包着你全部牙齿的 一天要穿22个小时 吃东西都要逃出来 所以你 需要很努力 很努力的去 穿那个 美的 就是 它又要拖在 又要败回家去 对对 而且每次要 都是要 它是要配美美的 那其实 有没有说 传统的会比较好 还是这种方式 没有 其实 两个只是一个方式 都是可以矫正牙齿的 所以是没有说 哪一个比较好的 就是 可能就是 透明的就比较美观 对 不会的 好 谢谢 我今天已经 检查好我的牙齿了 现在呢 它已经帮我 用3D的方式 检查好之后呢 还要再做一个 它的那个形状 然后 再给人发给我看 到时候看 这个是不是我想要的 然后 我可能还会再考虑吧 我未必一定会想要 矫正牙齿 因为刚才问了医生 医生说 其实是 还好 问题不太大 如果问题不太大的话 我可能就不考虑 矫正牙齿了 除非是说太严重 一定要矫正的话 那我才会矫正 所以 先看一看报告出来 是怎么说 然后到时候再决定 那今天的 我们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